有人问道 我在单位里被小人算计了怎么办 有没有什么破局之法 鬼谷子的方法弄其实很简单 就四个字 谋于重挂 通俗的说 就是把自己的朋友搞得多多的 把敌人的朋友搞得少少的 利用联盟的方式与小人进行博弈 道理是明白的 那么具体该怎么操作呢 毕竟人心那么现实 别人凭什么要跟你交朋友 跟你结盟 为你而得罪人呢 那么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 拉盟友搞关系的方法弄 共有四招 飞 买 勾 钱 第一招 飞 故意夸赞对方拉近关系 鬼谷子说 引勾钱之词 飞而前之 飞就是飞扬在美的意思 人是喜欢被奉承的动物 但并不意味着你可以不着编辑地说好话 因此在沟通说服时 首先需要了解对方想听什么 爱听什么 其次故意用夸赞的语言使其飘飘然 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用语言 牵住对方 进而拉近关系 本质上就是拍马屁 戴高帽 相信有人会问 为什么我的赞美没有起作用呢 很简单 夸赞需要颜值有误 即你夸赞的内容一定要在点上 能勾住人的夸赞才是夸赞 否则只是废话 第二招 买 利用收买的方式拉近关系 鬼谷子说 货机财货 其为 朱玉 白币 才艺 已适之 不可服认 好听话 并不能搞定所有人 比如有些人比较现实 非常看重利益 这时候就需要花点成本了 鬼谷子建议 可以使用利益收买 甚至他还列出了五种收买人心的物料 首当其冲的便是金钱 果然千百年以来 人们对于金钱的追求从已改变过 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如果能够与人达成 结成同盟的目的 花点金钱收买人心是可以的 需要注意的是 为什么鬼谷子罗列了五种物料呢 因为每个人喜欢的利益点是不同的 第三招 勾 通过说清形式 拉近关系 鬼谷子说 量能力是以勾之 很显然 金钱并不是万能的 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上 确实有人自诩是 视金钱如凤土的证人君子 并且对自己的能力充分自信 想拉拢这类人 确实有难度 但并不是毫无办法 鬼谷子认为 需要综合衡量对方能力的长短优劣 通过对各方面情况的分析权衡 提出 诸如可以让对方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 可以获得名誉 地位 权力的方式 建立对其有利的形式 来吸引对方结盟 第四招 钱 通过利用人性弱点 拉近关系 鬼谷子说 祸死后见 简而前之 不可否认 这个世界上总会有非常难搞的人 说好话不听 给好处不收 讲形式不理 那就确实不太好搞了 但并不代表没有办法 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 每个人都有弱点 因此 鬼谷子介意我们耐心地等 等什么呢 等发现对方的弱点暴露以后 再加以钱之利用 把握住了对方的弱点把柄 哪怕他们心里有一万个不愿意 也不得不乖乖地选择听你使唤 以上便是鬼谷子 用语言夸赞 用金钱收买 用形式勾引 和用弱点钳制的四个方法 希望能对您的工作和生活 带来启迪和帮助 最后 送给大家一句话 当你被人暗算了以后 不要指望靠一己之力 摆脱空境 没有盟友帮忙 你很可能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老实人靠自己 精明人靠朋友 人在职场 千万不要孤君奉战 否则你将会是 输得最惨的那个人 对不起 你